这里是老挝万象瓦带国际机场 9月11号前期在老挝被抓获的164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将在这里由三架中国民航包机被押解回国 这是2023年9月11号 164名从事虚假投资理财类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从老挝押解回国的画面 为坚决打掉诈骗窝点 公安部组建专案组与老挝警方 开展打击跨境电线网络诈骗犯罪警务执法合作 集助老挝警方先后组织了10次集中收网行动 2024年度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乐活动于今天启动 法治在线栏目联合公安部新闻宣传局 刑侦局国家反诈中心与央视新闻 推出全民反诈载行动融媒体特别节目 从身边最常见最高发的案例入手 通过警方的层层揭秘 让您最直接的感受到电信网络诈骗的触目惊心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 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登陆央视新闻客户端参与节目的互动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 诈骗分子为了逃避打击 往往都会藏身于境外 利用电信网络来对被害人实施 非接触式的诈骗 那么如何能够有效打击电炸团伙的核心人员和金主 股东是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 前不久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 一个代号303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斩链行动在全国展开 截至目前这次行动 共抓获射诈回流人员1万余名 其中金主77名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起案件的始末 这里是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的侦查中心 此时民警姚承阳 正在对一家藏身境外 涉嫌电炸的科技公司进行核查 当时有一则信息里就是 老挝金三角红宇公司是做诈骗的 有这么一条信息 这家名叫红宇科技的公司 连同一张11个人的人员信息表 出现在了一款涉嫌软件的后台之中 而就在不久之前 同乡市的方女士 在这个所谓的投资理财软件上 被骗走了50多万元 开一个养生美龙馆 那么它手机上会有很多美龙的这种群 那么在这种群里面 它这个好友好多人会去加它 加了之后呢 他就会跟他开始聊天 那慢慢地聊出感情来了 然后呢 他自己也被人家拉入一个群 都是投资 但是他当时说呢 这个其实是获利的 获利只是到最后一笔投进去之后 他无法提现了 据被害人方女士讲 把他拉进那个投资群的人 是一名叫林海波的男子 此人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还特别善解人意 那么同时刚好在这段时间 这个女的她自己的家庭呢 关系也有一点小的摩擦 那么两个人相互聊来聊去之间呢 对方她就抓住这个小点 把她的老公的这个缺点特别放大 到最终两个人好像一大一口就 这么联系上两个人相互补 对方的温柔体贴 很快俘获了方女士的心 两人仅用了半天 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方女士彻底进入到了 对方设下的甜蜜圈套里 她跟我说她是做金融的 就是反正也做得蛮成功的嘛 她一直落我投钱 我弄的时候感觉也是挺赚钱的 反正她利润挺好的 然后我也想试试看 先是甜言蜜语 俘获芳心 再以平台有漏洞为由 诱惑被害人亲自下场 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电诈手段 然而就是这种看似老套的方法 却在短短五天的时间里 骗走了方女士五十多万元 她把这个微信的账号 以及聊天的内容提供给我们 还有就是她当时是投资理财被骗嘛 有一个软件的APP 把这个APP呢 我们也从她的手机上采集出来了 民警勘验后发现 从表面来看 这款设诈软件 与一些正规的股票投资类软件 十分相似 但背后另有玄机 上面的一些所谓的财产也好 五十万六十万也好 对被害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它都是一串数字 所有的掌控权 操控的权力都在嫌疑人的手上 而且最终它是不可能让你去体现 越往下分析呢 就是逐渐逐渐地开始 有一些眉目出来了 那么结合它的使用情况 我们基本上明确了 这个作案的窝点就是 老窝金三角这个园区里面 但是具体在哪个点 哪幢楼是哪些人在作案 其实还是不知道的 金三角位于缅甸 老窝 泰国 三国交界处 是湄公河上游地区的一个三角洲地带 昔日因毒品被世人所知 近几年 却成了电信网络诈骗集团聚集之地 当前电信网络诈验窝点绝大部分设在境外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 在中亚非洲等地区也有零散的分布 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频繁流窜 而且呈现出了产业化园区化的特点 形成超大犯罪集团 诈骗园区诈骗公司的组织者 不仅组织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还对底层的诈骗人员进行剥削 此时体罚 殴打 拘禁 勒索 甚至制裁 致死 危害十分严重 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跨国犯罪集团犯罪 相较于一般的犯罪类型 它的办案周期更长 抓捕难度更大 面对身处老挝金三角地区的红宇科技设诈公司 警方的工作又会如何开展呢 用了海量的数据 在数据里面一直碰撞来碰撞去 最后碰撞出来 它这个软件的开发也是在境外的 最后警方围绕红宇科技这家公司 展开了一系列排查工作 工作中他们发现 除了红宇科技所在的这个园区之外 当地还存在其他为数众多的设诈园区 在这些电诈园区内 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电诈公司 金三角地区本身 这个就是一个毒瘤地区 通讯网络诈骗 开车赌场 包括其他线下的一些犯罪 基本上就是以犯罪为产业资助的这么一个园区 随后这些电诈公司也进入了警方的侦查事件 调查中警方通过对这些设诈园区 以及内部电诈公司的信息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一些与人有关的数据逐渐显现出来 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 警方从海量的数据中 整理出了一份包含11.27万条人员信息的表格 它首先体量很大 构成上也很丰富 对于老窝金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在几万人的这样一个地方来说 这么大体量的人员信息数据代表着什么 不言而喻 刚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可以说既非常兴奋 然后但是也非常迷茫 这些数据要怎么给它运用起来 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问题 包括这批数据是真是假 其实也是一个疑问 毕竟现在就是冒名顶替或者用他人的信息去登记 事情也发生了很多 而且又是在这种诈骗聚集的区域里 大家反侦查意识都很高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去验证这批数据的真假 为了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民警想到将红宇科技公司的那11名员工信息 放进这11.27万条信息里进行核验 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就是通过将花名再放到那个大的数据库里面去碰撞 我们发现确实是在这个叫红宇的这个公司里面 都是有登记能够实现对应 不仅如此 通过对这份11.27万条数据进行梳理 民警从中还发现了 登记在红宇科技公司名下的人员信息130多条 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 这个窝点全国各地都有 浙江也有 辽宁也有 山东也有 通过深入分析 警方掌握到 隐藏在老窝金三角地区的红宇科技公司 是一家专门针对国内30岁到50岁的女性 以恋爱交友为名 实施诈骗的团伙 主犯贺某是这家公司的金主 在他的手下还有五名股东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 在掌握了这家社诈公司的全部信息后 如何抓捕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 在金三角的窝点 我们如果要去国外动手的话 它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 就不是说我公安机关一家能说了算 包括通过对境外当地政府的一个沟通协调 需要他们的配合 在国内呢 至少这批人是在国内 我在境内有执法权 对吧 我可以对这批人抓捕 并且采取措施 如果都等他们回国后进行抓捕 这就要求民警对相关人员的信息 必须做到精准落地 为此 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对每一名涉案人员建立的数据档案 只要他们回国 就能第一时间启动抓捕预案 果不其然 随着涉案人员信息的一点点精确 民警发现 谭某等四名涉案人员已经返回国内 于是警方立即将他们抓捕到案 根据谭某等人提供的线索 加清警方先后组织了四次抓捕行动 共抓获涉电炸犯罪回流人员51名 我们抓到的红语公司的人 组员 组管 组长 客服都有 通过对这家境外涉诈公司的侦查 民警也掌握到了老挝金三角 那个园区的相关情况 鉴于案情重大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导下 浙江省公安厅在全省范围内 抽调了230余名精干警力 齐聚加薪 参与这起案件的侦办工作 这张照片记录的就是 当时民警在攻克这些数据的画面 为了能尽快寻找到突破口 案公室的四面墙上 几乎写满了他们想出来的各种办法 在大量的含量的数据当中 要把犯罪行人的身份 包括他们的内部的组织关系 包括他们每一个犯罪团伙 跟受害人之间的这个案件的管理 这块是当时从量上 还是这个难度上 对我们带着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不可能我拿到人员以后 我11.27万人都是做诈骗的 需要我们把11.27万人的数据进行分类 它一块就是剥离出诈骗人员 还有一块对剥离出的诈骗人员 我们要做分类 经过努力 办案民警尝试了近百种办法 构建了多个真实身份的数据模型 最终探索出了一条 从人到暗的新模式 依托新的工作模式 办案民警陆续从这11.27万条的数据中 成功排查出了老挝金三角地区 从事电线网络诈骗的人员4万余名 共涉及电诈公司1029个 但是在这4万余名的诈骗人员中 究竟哪些才是犯罪团伙的幕后金主和股东呢 整个电线网络诈骗 就我们公安机关的看法来说的话 金主才是社会危害性最大 犯罪窝点都是由金主出资 包括招募技术 招募人员进行搭建的 而打击金主我们认为是最特地的一种打击方式 所以我们侧重于对金主的这一块的研判 所以根据以往办案的经验 结合此次掌握的数据情况 警方搭建了一个投资电诈公司的金主研判模型 进研判好的金主身份 再到这个模型里面 就跑出的数据里面是否有这个人 其实当时我们做了三个金主 都是全部吻合的 所以我们就这个数据的正视性是比较高的 最终通过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研判分析 警方成功排查出了老窝金三角地区 设诈窝点背后的金主108名 其中一类金主15名 二类金主93名 我们将一类金主都是锁定在 电信网络诈骗的窝点较大 诈骗的数额较大 以及诈骗的人数较多的这些金主 归为一类金主 区别于一类金主 只是参股露骨了部分的电信网络诈骗 这些金主我们归为二类金主 研判出了一大批金三角特区设诈窝点 以及关联的偷渡黑灰产犯罪线索 那2022年的7月7号 公安部召开视频会议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断流专案 即金三角展验行动 依法严厉打击 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截至目前在老挝金三角斩链行动中 各地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3402人 其中金主77人 舌头221人 射诈人员6985人 非法出境人员5338人 串并破案4817起 涉案金额11.46亿元 沉重打击了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在众多被打击的设诈回流人员中 犯罪嫌疑人林某 就是众多被抓捕归案的电诈团伙 金主之一 那么他在团伙的内部又会做点什么 他们诈骗所得的赃款 又是如何分成的呢 根据犯罪嫌疑人林某供述 2020年9月 来到老挝金三角后不久 他就在当地招聘了几个人 开设了一个网络赌博平台 跟家里面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也有个朋友 在金三角特技这边做得还可以 他说要不我在那边 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 需要他帮忙可以联系一下他 朋友口中描述的这个人就是中某 是老挝金三角地区 一家叫玉豪科技公司的老板 据犯罪嫌疑人林某供述 这家公司是专门以高回报投资理财为幌子 实施电线网络诈骗的公司 他诈骗的主要是冒充高级金融分析师 还有或者是资深的一种投资者 然后去境内物色一些被害人 主要还是集中在证券内投资者为主 给给他们就是相当于稳赚不亏 然后给一点也就是小赢小赚 获取对方的信任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 让对方在自己的投资平台上 进行投资实施诈骗 据林某交代 2020年10月在朋友的引荐下 他还带着公司的几名员工 入伙了中某的公司 他给我承诺就是 我手底下有七八个人 然后我把这七八个人 拉到他公司里面跟他合并 就是算加盟他公司的这种形式 他给我他们公司总股份的 原始股份十个点给我 对于林某这类诈骗团伙的金主 公安机关深化 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警务执法合作 持续推进联合打击行动 坚持抓金主 产窝点 打平台 断资金 坚决遏制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 气势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这里是老挝万象瓦带国际机场 9月11号 前期在老挝被抓获的164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将在这里由三架中国民航包机被压戒回国 这是2023年9月11号 164名从事虚假投资理财类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从老挝压戒回国的画面 为坚决打掉诈骗窝点 公安部组建专案组与老挝警方开展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执法合作 协助老挝警方先后组织了10次集中收网行动 成功捣毁10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涉及全国13个省市的270余起重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成功告获 9天后的2023年9月20号 153名实施跨境裸辽敲诈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被北京山东公安机关从印度尼西亚压戒回国 这集全国多个省市的百余起跨境裸辽敲诈案件成功告破 2024年4月13号 130名涉堵诈违法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从柬埔寨压戒回国 紧接着4月21号又有135名涉堵诈违法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从柬埔寨压戒回国 沉重打击了境外涉我犯罪集团的嚣张企业 此外面对年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 2023年11月12号 铸江温州警方对年北国感自治区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明学昌 明国平 明居兰 明珍珍等人 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2023年11月16号 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 明国平 明居兰 明珍珍三人被缉拿归案 首犯明学昌畏罪自杀 中缅联合执法取得重大战果 2024年1月30号 白锁城 魏怀仁 刘正祥等 10名缅北国感自治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重要头目被我国警方成功押戒回国 此次行动是中缅两国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取得的又以标志性重大战果 至此 臭名昭著的缅北国感四大家族重大犯罪嫌疑人 悉数盗案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 自2023年至今年5月 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4.3万起 其中在打击缅北社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 4.9万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 全国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和损失金额均下降30%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登录央视新闻客户端 识别更多的骗局 看完还可以参与答题 看看您在反诈小考卷里能过几关 感谢您的预防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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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了